欢迎回来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EB5的基本的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风险和利润 总是同时的并存 在EB5投资移民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的风险和陷阱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 我们就将有请专家来为您逐一的解析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EB5投资移民 是一个非常好的移民美国的方式 你付出了你自己的一定的金钱之后 你可以得到绿卡 同时你还可以收回本金 那么对于项目开发商来说 他也可以借助你的资金 能够得到一定的壮大 但是我们从媒体上 或者说从大家的这种口口相传当中 总是会听到很多 关于EB5的负面的新闻 那您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EB5观众们 你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带有风险的投资移民 如果没有风险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会叫它 不是叫投资移民 叫它叫定存移民 因为你钱一定拿得回来 但是EB5是不能这样子承诺 投资者说你的投资一定本金会拿回来 同时EB5的法律里面 也规定说你不能承诺 投资者他的绿卡一定可以成功的拿得到 永久绿卡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些案例是客户两败俱伤的情况 就是临时绿卡拿到了 可是转不到永久绿卡 因为工作没有制造出来 或者是因为项目到一半就停止经营 或者是他的本金没有拿回来 那最惨的就是两样东西都没有拿到 丁总作为开发商 那您觉得在你开发这个区域中心的过程当中 我想你也会经常面对这样的质疑 会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高的风险 那您面对这样的质疑 您会如何来回答呢 我可能总结客人问的成百上千的问题 最后就总结这两个问题 一 它说你能够把我的绿卡 保证办出来吗 我说第二个 你能把我的钱不要打水漂 保证还还给我吗 我说你前面问的两个问题 我都可以 但是保证这两个字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经常在听到的seminar 和看到的广告 他们就用保证这个字也 这是不是已经就违法了 其实移民法说的很简单 就是它是一个有风险的投资 如果今天有风险的话 就不是有任何的保证 那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真的是无风险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会叫它叫投资移民 大家就叫它叫定存移民就好 就是你拿50万 拿100万去买一张移民 应该白话一点的说 就是美国政府不卖绿卡 它是经由项目来创造就业机会 给你绿卡 还是取决于你的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这两样达到了 移民局的绿卡 你当然拿得到 金赛客户问我 他说你这个项目 带不带EB5的区域中心 是不是说有些人 他申请了这个EB5的区域中心 他用他自己的项目 somehow就是什么原因 可能他就不想将这个项目 继续下去了 然后他就想把这个区域中心 卖给另外一个开发商 或者卖给另外一个投资人 那这样的这个方案 你觉得陈律师成立吗 其实用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 今天你有一个区域中心的批准 就好像是你有一个门票 像丁总他会说 这是一个门票 可以开始招投资者 那这张票也是可以卖给别人的 或是可以租给别人 意思就是说 有人今天申请好了区域中心以后 他可以去吸收别人的项目 或者是有别人需要一个区域中心的门票的话 他可以把这张门票借给他 或是卖给他 其实他的项目的地点 或者是雇用的人数 或者项目的性质和规模 或融资的方案 可能全部都套不上去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就像别人来找我们 借我们的区域中心的名额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审批的时候 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团队 我们做的项目 我们是定点 定项 定楼地板面积去开发 如果别人拿去了不一样的话 他要重新再更改 那移民局常常把这个项目枪毙掉 就是他中间做到一半以后 改变了他的项目 改变了他的经营模式 那这样子对投资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你如果要改变的话 你这个花着时间 那还不如自己去重新申请一个新的 还来的安全 那原来的我们区域中心 把名额让给人家 万一出事了 我们倒霉了 所以责任是你来承担 是的 没有错 你在移民局里就有一个黑名单 就不太好了 我们就绝对不愿意做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自己来进行 自己来监管 自己来操作 不加外人手 是不是区域中心 如果你出了事情 比如说你缺了客人的钱 或者是你的项目没有如期进行 没有让这个投资人拿到绿卡 是不是在移民局里 就会必挂上黑名单 你将来再申请的区域项目 就移民局不会批准 就是严格来说是在移民局网站上 现在看得到的 有29家 因为他可能做得不规范 可能用了别人的名额 可能是圈钱空手套白狼 或者是移民局人 他这个里面有捣鬼 有猫腻 他就直接把你枪毙掉了 以前是不公布的 现在就直接在网站上去公布 当然目前区域中心在全美国 有700多家 有一两百家还在申请中 所以这里面有良悠不齐 所以还是做投资区域中心的时候 客人对项目本身的评估太重要了 那是不是说你在申请之前 最好上网查看一下 谁是黑名单 谁是成功的开发商 第一步 和区域中心 第一步 非常重要 没有错 这是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基本功 对 那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比例 您说的是有30家被枪毙 但是同时又有这700多家正在进行 我觉得这个占比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说媒体的报道也好 大家的印象也好 就会觉得EB5 就是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 完全就是一个在欺骗怎么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 这个咱们古语说的好 一颗死坏了一锅粥 然后这些游击队 它自己本身 你也不能说它行不行 而是它自己本身比较天真 总以为说它圈了一块地 就可以去框钱了 然后造成这些比较正轨的人 我们就变成很被动的做法 那在美国移民局 美国政府只负责审批 是根据你的报批 移民局的监管的方式 并没有每天来看你的项目 所以这个很困难 它只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换临时绿卡 取得以前 它来做一个评估 到你拿永久绿卡的时候 它再来做一个裁决 你能不能拿得到 所以在这个中间 其实你怎么做 移民局是不太管你的 所以这里面会造成很大的出入 有些人做得好 有些人做得不好 那完全要凭客人自己的 本身的一个能力 去来监督 去来看管这个区域中心 否则来说风险相对是大的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或者说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管的机构 来帮助广大的这个投资者来监管呢 有啊 就是那个美国证券委员会 现在很严 现在好像区域中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 第三方的安全保障的 这个券商的监管部门的话 你连广告也不能打 你也不能宣传 你也不能卖 你也不能去做solicitation 是的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 在早期的时候 六年前我们当初 做这个区域中心的时候 本来这个所有的区域中心 卖出来的产品都叫做私募基金 那既然是私募基金 就由美国SEC 叫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 加上美国的金管局叫Finron 你一定要在他们的底下 注册的券商来带领你的产品 而不是由你个人去讲 他这样的话 要先把你的项目翻了个遍 没有问题了 你的客人能够承受投资能力了 他们由他们来作为一个评估 而不是说你自己说了算 所以任何一个好的区域中心 包括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券商来代理的 就像这样子海迪说的 你就等于算是一个第三方 所以一般正规的区域中心 他一定要经过这一关 如果一般没有经过 现在那个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 监管的区域中心的话 投资人要特别小心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对投资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就说你现在就是多了一道这种安全的防护 就像刚刚海迪所说的 在您决定投钱的时候 您可以不妨先参考一下 看看那边的评价是怎样 对您的这个投资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帮助的作用 投资人在做这个区域中心投资的时候 你要把他想到你是一个lender 你是一个银行 你把钱借给区域中心 或投资给区域中心 那区域中心它本身的话 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它有就像我今天开发一个1000万的项目 那区域中心自己本身 有没有准备到300万在那里 它那个土地是不是在那里 它那个项目是不是值钱 我才把这个钱借给它 一般就像你今天向银行借钱 银行一定要看到 你有一定数额的投款 是吗 你不能说你百分之百 我今天你要向我借钱 区域中心也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抵押品 对 你还要有抵押品 你区域中心 你今天看到这样一个项目 你觉得它什么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项目的名义 搞不好它那块地都是租来的 或者是政府的 它就要开始来圈钱 这是很危险的 对 海底讲得非常好 因为你空手套牌狼的话 可能能够短期忽悠 可是你要长期下来的话 它做不起来很麻烦 因为在美国的土地 你必须要取得 取得以后 你才有一个开发案子 如果你等到把这些钱都筹齐了 再去买地 再去开发 那你这个时间 我们讲到一个开发周期 是非常长的 所以说不可能在短期就成功 所以这样子来说 客人的风险 就是取决于你的开发商的本身 等一个能力的问题了 你看现在的开发案 如果你这个开发案 向银行要融资贷款的时候 你里边只要有EB5的成分 很多银行现在都不借了 如果你在这个开发案的 这个里边的资金 100%都是EB5 没有开发商的钱在里边 做宝的话 银行也不借 你那个比例 而且还要非常的合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银行再借给你三分之一 对 所以银行也是很精明 是 投资人的比例 不能超过一半 如果超过一半的话 这个项目会很危险的 就等于说相对来说 因为不能做任何的保证 但是你记得客人手上 一定有最大的保障 跟他最大的保险 而不是保证 因为保证我们不能说 就等于说 我们也不能说是抵押品 我们也只能说相对跟你来说 你的手上拿的保障是什么 我觉得开发商的 就是他本身的专业团队 也升他的价值 还有他的 比如他的土地 他的项目是不是很 这都算 在作为一个银行的角度来说 这都是他的价值 那么我今天要把钱 给给你开发商 那你的价值来向我抵押 那我自己就在将来 我拿我的绿卡 或者我拿回我的投资回报 比较有保障 对 不靠谱的项目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投资者在决定投资之前 是最好做一个详细的考量 如果说这个项目的话 他的自由资金比较的充分的话 你可以跟着投 没准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妥 比较有保障的一个项目 对 包括他前期的 到底这个区域中心 或者开发商做过什么项目 办出来过多少人 成功率是多少 是不是客人已经成功退出了 钱没有打水漂了 也很高兴了 大家就等于是 桥归桥 路归路了 这样的话也很好 所以就是说 一定要看他前期的经验 如果是一个新的项目的话 那客人自己就要张大眼睛了 到底你投了 因为他没有以前的任何的一个 给你的一个保障的 一个成功的记录 所以这个客人自己 心里要有底了 去年那个总统法案通过的 那个就是十年多次往返的 对中国的签证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 EP5的人的申请吗 我不觉得这会有任何的影响 听说有人叫这个十年的 这个签证叫做小绿卡 对 那这个小绿卡的话 它其实就只是一个 旅游用的签证而已 你每次进来也只是六个月 而且你如果在1月1号 到12月31号 这一个年份里面 你进来已经六个月的话 你下一次要再进来 很有可能 他会给你非常短的时间 或是根本不让你进来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旅游卡 那是多次往返吗 虽然是多次往返 可是你如果已经住满 他一年给你的这个时间的话 他就觉得说 你不需要再来旅游了 你已经来这么久 你是要在这里 有其他的意图 好的 那非常的感谢大家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各位专家是从不同的角度 为大家介绍了EB5 投资移民过程当中 潜在的风险和陷阱 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个 现场的实战的案例 来让您判断 这个土地开发的项目 是如何的来和EB5 来进行结合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时间当中 再会 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国内 叫私人定制旅游 这个地主他从92年就开始申请 他到现在才瓜熟地落 我觉得他有点三不靠 说有多少名额 可以来吸收多少的投资者 谢谢大家